大家好,我是崇瑜 今天我們要來盧石考古啦 好久沒有做這個題材了 接下來我打算做一連串相關的考古 主題是秘密 會從不同職業來看這個歷史悠久的關鍵效果 這集我們就先來看最低費的聖騎士秘密 如果你是已經退坑的玩家 可能不知道盧石已經不會再出聖騎士秘密了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盧石放棄他呢? 一定要看到影片最後喔 不過在影片正式開始前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目前頻道已經要突破6000訂閱囉 聖騎士秘密是盧石剛出就已經存在的職業特色之一 利用伊費的方式跟法師、獵人做出區別 最初的秘密就包含了4張 數量還不少 而且效果鮮明 有針對敵方大大做出反擊的以眼還眼和懺悔 前者在特殊對局會有績效 後者則是聖騎士少數的結場 裡面也有本身就是設計給大大的救贖 直到現在大大聲都還是會呆 或是我覺得最煩躁的秘密之一光榮犧牲 可以感覺出來你伊費秘密能換到的收益 其實沒有三費這麼多 而且最初也沒有搭配 遠古時代比起帶上如此被動的卡 不如帶一張有場面交換能力的手下 再加上最初聖騎士也算是偏快的職業 秘密的發揮其實並不好 直到後來的報復 因為聖騎士鋪場快的遠古 條件不算困難 可以降低自己被解場的損失算是不錯 不過秘密真正第一次發光發熱時代銀白聯賽 這裡出現了第一張聖騎專屬的秘密配合 能夠直接拉出排隊的所有秘密 解決了聖騎士秘密的最大問題 就是秘密質量過低 後期可能會因為一直抽到秘密而跟不上節奏 秘密挑戰者能夠立刻濾出所有的秘密 本身也有合格的體質 最高一次過濾五張 跟派奇的隱藏效果有異曲通風之妙 不只賺到了打出的費用 還有附帶過牌的效果 除了本身跟秘密的配合 讓秘密勝成為天梯頂級的卡組 還有另一個費用的緣故 當時五費有杜杜怪怪的 七費有抱抱博士 八費有佛丁 秘密挑戰者剛好能提供六費的完美曲線 對了現在她是五費是經過了扭曲的加強 秘密會這麼強當然也是因為有新卡的推出 運動精神 一費就能提供一個群體BUFF超級強 雖然不夠穩定 但是當時LE也不是很強 再來秘密就陷入了停滯 也可以說是成為了組件 不再是主要玩法 因為有其他更有趣更直接的玩法 然後新秘密也不夠給力 神聖試煉要求過於嚴苛跟收益不成正比 逃命關頭跟加加勝的BUFF也格格不入 比較有看點的是水文學家 體質合格還附帶一張資源 發現秘密的效果更靈活多變 算是一張樸實無華的好卡 再來隱藏的智慧雖然不差 卻不如神恩術 警鐘是要為企圖復刻神秘挑戰者 卻可惜完美錯開了最強的機偶 偶數、聖和基數聖都是當時頂尖的卡族 導致智商沒怎麼發揮 來到爆爆計畫 這個版本的自動防禦矩陣和救贖相當類似 一個是敵人打完要多打1 一個是敵人要先打1 整體來說獲得泛用性更高一些 不過它最大的發揮還是給鏡片抽出來交換費用 這是那時候升級是很重要的combo 直到下一個資料片 官方第二次主推秘密神的玩法 一次推出了四張相關卡片 先從傳說開始看 畢竟要推一個卡組通常也有核心 指揮官萊莎 能夠讓秘密觸發兩次 需要秘密被激活才會產生效果 最多也是賺一費 屬實積勒 你要簡單觸發的秘密 但收益不夠 你要效果強大的秘密 但根本無法觸發這張就死了 超級廢的一張垃圾 應該要是核心的傳說都爛成這樣了 其他卡也不怎麼樣 比如神秘之劍和奪日者間諜 同樣也有秘密要帶錢還是帶弱的奇怪問題 另外 緊急應變因為不是發現 造成隨機性太高 也沒有想像中好用 這個資料片唯一能看的反而是永不屈服 能夠幫助快攻手下黏場 避免被LE處理 不過因為沒有像神秘挑戰者這種 快速過濾秘密的卡 所以後期秘密發力的問題依舊存在 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就直接死去 是我錯估強度最嚴重的一次 當時還去核了那張傳說 接著在暗月馬戲團推出了 最強的聖騎士秘密 尤格來啦 我真的恨偷這張卡了 對我來說就是 伊費版的法術繁治 而且不穩定性極高 除了丟小法術減少影響以外 沒有任何繁治手段 基本上也沒有削弱或是加強的方式 這就是我討厭尤格做成非娛樂卡的原因 也是因為有這張 後續第三次的秘密勝才會成功 也就是下個資料片的事情 首先要推的話肯定要有新秘密 救星駕到 同樣的條件在黑屋森林也有出現 獎勵從抽兩張變成了334 其實都算強 但這次結果卻不一樣了 救星果然只會在合適的時機出現 能夠配合陣亡者之間快速過濾 因為條件相對嚴苛 所以也讓北方城堡指揮官能輕易觸發 將秘密要不要解這個問題丟給了對方去思考 除此之外 這個版本還有一個核心的專屬秘密清算 很多玩家應該根本不知道這張卡 我來詳細介紹一下 它是核心系列剛推出的專屬卡 不屬於經典和傳承 所以你不會有這張卡 好像也無法從經典卡包裡面取出 再加上這張卡現在不在核心了 所以定位很奇妙 剛出的時候算是不差的秘密 後來也是不了了之 同樣沒怎麼發揮的組件 還有十字入口火炮大師和正義審判 十字入口和正義審判看似很強 但終究被封鎖剩的配合給擠出排隊 至於火炮大師 原來如是有這張卡我都不知道 最後一次我們看到秘密的聲音 只剩下了祝福的商品 純粹是任務組件 因為聖騎士任務限制的是爛到不行 一直到2023年中 官方意外的在年終的資料片 泰坦創世紀 強制移除了核心中的秘密 並由光環來取代 我記得是當時官方認為 光環的效果更符合聖騎士職業特色 這點我算是接手 不過如果從強度的角度來看 聖騎士秘密本身的缺點依舊過大 大家在看秘密的時候 總是會看秘密觸發的條件以及收益 但實際上我們為了觸發這個收益 實際上需要付出水晶這種資源 到這裡大家還能夠理解 不過最常被忽略的其實是 其中一個放入秘密的代價 是排足少一個位置 放入過多的秘密容易導致後期疲軟 所以三次主推秘密當中 都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卡 就是神秘挑戰者和陣亡者之間 只要你將秘密抽出排隊 就能夠歸避這個問題 除此之外 條件和收益的比例也是相當的重要 因為高費的卡片相對有更多能調整的空間 今天假設三費秘密的難度3能夠獲得強度3 同樣是三費卡還能製造難度2強度2 以及難度4強度4 但是如果我們調低了費用 可能難度3只能獲得強度1 這樣的結果就是無法下調 因為一費的秘密比其他秘密更難射擊和平衡 更何況秘密的費用都已經固定了 相比之下光環不管是費用還是持續回合等等 都更加靈活自由 可以給玩家更好的體驗 好啦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我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面見啦 掰掰 掰掰 在這裡感謝 Alex Kite OxyZ 飼養上緣亞朗的人 伊比利竹 Liu Eric Chang Lee Yan Ben Lai Fishbow ZChain Zone 綠阿 Ory OUO 林展慶 王啟偉 給力的如實日誌 謝謝所有會員的支持啊